电影《冰原历险记》里的长毛像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要看到实体似乎很难 因为它生存在三万多年前的冰原世界里 即将在中正纪念堂展出的实体长毛像 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长毛像遗骸 藉由展出也让人可以一探遥远的冰原世界 好 一 二 三 大家刚刚听到这个就是我们长毛像的叫声 但跟现在目前的这个大象叫人籍来反向 那你可以看看它的毛皮啊 那真的是激人 在西伯利亚特殊的涌动土殖 冰封了许多远古生物 这一次发现的这只名为Yuka的长毛像 生存在三万九千年前 皮肤仍有弹性 从橡皮尖到尾巴 四肢几乎完整 而且还带有毛发 除了长毛像外 还有一只名为Kolima的皮毛犀牛 它躯干的原度还维持在活着时候的状态 由于皮毛犀牛数目非常稀少 可以说是相当珍贵的展出 也由于地球不断暖化 让许多涌动层逐渐消失 使得许多古生物出土 但从中也可以反思 要遵袭现在的环境 应该我们要从生物角度 科普角度我们去看 让我们更清楚了解 这个以前的生物 它为什么可以生存 那如果跟我们其实人类它息息相关的 如果我们不爱护它们 我们去破坏这个稀息地的话 那当然会造成一个 不但以后就地球的灭绝 人类也会灭绝的 在中央纪念堂展出的长毛像 及皮毛犀牛特展 将带大家一探三万多年前 遥远而丰富的冰原世界 新唐人雅的电视林家伟 吴疫情台湾台北报导